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晚上刚刚回来 在你回国期间 美国连续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的枪击案 我再就发生不了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是非常严重 因为一个就是8月3号 在德州是美末边境最大的一个城市 而且主要都是末裔 当地时间色好 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了德克萨斯州 埃尔帕索市枪击案嫌疑人 21岁白人男子 帕特里克·克鲁修斯的照片 克鲁修斯在当地一个大型购物中心的 沃尔玛超市内实施的枪击行为 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 超过20人受伤 此次枪击事件发生的地点 埃尔帕索市位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附近 距离两国边界线不到20公里 当地80%的居民为拉丁裔 当时是死了20个 后来有两个在医院 又死掉了 一共是22个 伤了大概是20多 对 那么在不到24小时 在俄亥俄州 8月4号 又发生了一起枪奸 也是伤亡大概是10个人 对对对 其实在8月3号和8月4号之前 这个加州的大串节 也是加州的7月28号 在这个北加州一个小镇 是 我去过那地方 对 发生了这个 30 十几三这样一个时间 大家在这个讨论还没有结束呢 紧接着又在这个德州和俄亥俄州 其实这个枪击案对于美国社会震动 是非常大 因为每一次发生枪击案 社会都讨论一下 结果最后不了了之 对 那么这一次这个枪击案 我觉得和几次往年不一样 一个是它处于一个 就是说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前期 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共和党一般来讲 是支持用枪的 对 因为它得到这个全国步枪协会的支持 对 那民主党一直是反对空枪 对 那么这样一个空枪的议题 一个是在法律层面上 这个联邦政府 能不能有一个联邦性的立法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两起枪击案 能不能成为2020年总统大选 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我觉得都非常值得观察 美国是这么一个体制 美国分为联邦和州 这个一般来讲 联邦它基本上管的比较大的事 这个州里边一般很多枪支限制是很严的 像我们加州限制就比较严 你起码你不能公开的带枪 你要带枪的话 你有持枪证 在德州这个地方是比较随便的 是比较松的 据说在德州校园里边都可以直接带枪去 也就是德州对枪支管控的能力比较弱 最新一个提案是今天早上 众议院提出一个提案 就是等着参院签名 就是大规模的从联邦层面来讲 通过背景调查 通过这个限制大规模的这种自动性武器 你知道有的美国这个东西很奇怪 它就有一个好像是一个 相当于AK-47是可以连接打对吧 这个俄亥俄州的枪手就是AK-47 对就是那个是苏联最要惨的一种冲锋枪 这个冲锋枪最大的弹架差不多到35发 对35到40发 还有加长的 所以说联邦层面可以做一个什么情况 联邦层面可以要求在州里边 同时进行病警调查 甚至包括一些神经病 但麻烦我个人认为这没有用 对吧 因为很多是你调查 他有的时候没有任何犯罪前科 也没有任何神经病 他因为某种宗教的原因 种族的原因 特别应该指出来讲 那是川普总统当总统以后 由他自己的言论一些行为 造成现在美国的白人和少数族裔对立 这个事情是 大家不能说 这个事情我个人觉得是引发一些 这个不能说直接的枪支犯罪 是引发大家仇恨的一个种子 对吧 包括第一次川普总统 有一次在北卡游行的时候 说这两边人都不错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呢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 最近杀人蛮多的 基本是白人比较多 白人之上的比较多 对这个我踩下去 就是这个德州那个叫 那个枪手 对 他是住在达拉斯 开车600英里 专门选择了这个城市 而且在沃玛是吧 对在沃玛 他也不是在Nostrum Nostrum估计就没人去了 对吧 Nostrum这么好的店 那里边这个穷人比较少 那那个这种沃玛肯定的地方 就是穷人比较多嘛 而且在死这22个这个死者当中 有7个人呢 8个人是墨西哥裔 就墨西哥人 墨西哥国际 他是非常近嘛 对他们可以来回走 他有个签证 大家可能不知道 美墨边境里有一个签证 这个签证呢是 就是允许墨西哥人 到美国12英里之内 就是工作 工作这个加州有这个签证 就是你白天去了 晚上要回去的 有这么一个签证 所以说那个地方墨西哥 我是去过的 墨西哥来的 这个来回走人比较多 等于是7个是墨西哥人被打死 对所以这个墨西哥 现在要求要把枪手引渡到墨西哥 对 这个他选 那很明显选择地方就是那个 就是一个种族的 他认为是西班牙裔 而入歧了美国嘛 对对对 他在这个好像 在一个那个网站 叫做8CHAN 那个网站上 发的一些种族歧视的一样 据媒体此前报道 枪手作案前在网络上 发布了一份 长达四页的所谓宣言书 其中将移民称为入侵者 指责移民进入美国的目的是 种族替代和种族活动 就是说这个目前这个美国的种族歧视 或者种族之间的仇恨 对越来越大 很可能呢和这个特朗普总统 这个平时说的一些话 有关 包括上次他说你们四个人回到你原来国家去嘛 对吧 这个有过这么一次 对 所以川普总统呢 这个为了赢得这个主流白人的选票呢 就是不惜以得罪少数族裔这个利益为代价 而且公开的怎么说 这个在美国近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除了这个种族朝鲜的因素以外 现在这个FBI对于这个俄亥俄州这个强奸的调查 和对这个加州这个大串捷的那个枪击 对还在调查是吧 已经呢就是说 重点放在这个国内的恐怖主义 对 因为这个国内的 因为美国国内的就是说 国内的恐怖主义这种说法呢 这个是提出来的时间不算太长 对 因为以前我们都知道这个国际恐怖主义 那是911为代价 那但是后来呢 在一些这个很多的枪击案当中 除了种族因素以外 有些人呢可能对这个社会不满 等等种种原因 那么他枪杀这些人 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原因 没有和任何组织挂钩 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国内恐怖组织 这个一个案子 当年是在这个 应该是在中部一个成人 一个叫McVin的一个白人 这个人曾经是在伊拉克战争的英雄 他自己开了一个车 把一个联邦大楼给炸掉了 这个联邦大楼炸掉以后 当时死了200多人嘛 我还记得这件事 是若干年前的事 说明什么呢 就这些人呢 他有的时候仇恨美国政府 对吧 他是一种认为这个美国政府 现在这个政策 是有利于少数民族 把白人边缘化 对吧 就是说这个趋势呢 我是觉得呢 现在好像有越言越烈的那种走向 对 所以这个 在这个当时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这个时候 这比较简单比较容易 对吧 发现呢 很多这个国内这种枪劫案 除了一些种族以外呢 就像那个德州去年在教堂 是 打死了20多人 那个呢就是肯定是种族了 对 犹太人还是黑人 也是犹太教 所以呢 你像大蒜尼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俄卓这一次 所以呢 现在就是说美国国内的恐怖主义 这个频频发生这个一些重大的一些案件 对 那么就是说这个也要是引起我们的这个 关注对吧 另外作为亚裔呢 我们也是要小心啊 因为我们也很少数族裔 最近有一些没有 虽然没有大规模的这个 这个仇恨亚裔的情况 但是我知道有心心点点的 有很多也是对亚裔也有 也有这个下手这个趋势对吧 特别在一些饭店啊什么之类的 在这个中部西部 我们其实也接了很多这种情况 当然有的是为了抢钱之类的 但反正都非常要小心 因为亚裔这个 他自己做生意的比较多嘛 另外亚裔的人也是经常是比较 看起来比较软弱 所以是大家要小心这个事儿 好吧 所以这个频繁地枪劫案 其实让我们就说 比如说在这个节假日 或者去这个人多的公共场所 对对对 就要格外注意 对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种东西防不胜防 对 另外呢就是昨天 也就是这个8月7号 那么这个 川普承诺他要抓非法移民的事儿 终于开始了 对开始他在密西西比 这个好像一家 这个几家这个肉厂 鸡肉加工厂 对 抓了一次抓了600 400人还是600人 680人 对对对 680人 声明说这些非法移民中 已经受到移民法庭裁决 并接收到遣返令的人 将被遣返 其他人将进入遣返程序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 马修阿尔本斯当天表示 被逮捕者的子女将被送至其亲属 或其他家庭 据美国媒体报道 特朗普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立场强硬 主张通过加强移民执法 在美国南部沿美墨边境 修建隔离墙等手段 遏制非法移民 今年6月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将开始遣返数百万名 以非法方式进入美国的移民 那么这个事是这样 因为抓非法移民 搜捕非法移民 这已经传了很长时间 但这一次据说是在工作场所 搜捕非法移民 是在十年规模最大的一次 对 我注意到有些政策 比如奥巴马时代 以前好像上节目也讲过 你好像讲过 就是说在工作场所 这个在加州来讲 如果联邦移民局 联邦这个移民局 资法人员来了 好像你可以不开门 还是什么 是是 它是这样 就是说呢 这个有一个不好在哪呢 就是这种大规模抓人这种事情吧 第一对人的心理震撼比较大 其实加州不太容易抓人 加州很多地方是农场 农场的话都是在中加州的 而且最多的以前在 纳布拉斯卡十年前抓过的 他抓完以后罚雇主的一个钱 但这个事情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知道非法移民到美国 主要的目的呢 可能来挣钱来了 那还能挣到钱 挣到钱的原因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就是你还能这地方有工作 没人干 对吧 你这个肉联加工厂是一种非常苦 非常这种劳动密集型的那种 那个肉厂加工 这种案子你说叫大部分的 可能白人也不喜欢干对吧 有一点办法他不做 那就是只能靠这个蜥蜴的人士来做 那蜥蜴的人特点是 第一他付的钱比较少 第二他比较吃苦耐劳 第三可以做一样工作 从头做到晚不抱怨对吧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你要是如果控制 说你就找一点人查他的公卡 没有这他就等于 其实这600多个人我相信 肯定有人公卡的 抓抓错 他抓错他不是说的 那这600个人抓的这个数量之大 我知道在美国中西部 今天也早上也有 也有很多教会的材料 对不起 教会的这个声音出来了 Luthering教会说 我们要像基督耶稣 在圣经里说的一样 Love your neighbors 对吧 就是爱你的邻居 对不对 你这个完全是 这个完全是跟这个基督耶稣 跟那个基督教的一些传统 非常相持 麻烦在哪呢 这个案子有一个不好在哪呢 因为美国呢实际上抓非法移民 是在找雇主的麻烦 也就是你好了 你这个我抓完以后呢 以后雇主会罚钱的 罚得很重 如果第二次雇主会坐牢的 叫一个 Harboring Illegal Immigrants 就给非法移民提供一个场所 对吧 所以这个往下做 实际上呢 对雇主来讲呢 可能在以后在雇佣人的时候呢 是要非常小心 我们知道有一个表叫 叫W9 这个W9就是你每个人要填的 甚至有看公卡 我们也曾经也有过来的 就是我说你填这个表看公卡 但麻烦有时候公卡是假的 你也不用查 反正我跟他们说 反正你给我公卡 我认为都是真的 对不对 那我没有必要 我说再把公卡再查一遍 假的真的 对不对 这个从以前在奥巴马时代 也抓人 也有四五十万 到奥巴马抓人的时候 没有像又抓人 又广播 又说我就怎么怎么着 对吧 其实奥巴马现在很多人反对拜登的时候 他说拜登当前你做副总统的时候 你们也把五十万移民给弄走了 对不对 但是没有像这么大规模宣传这个事 我是觉得他这个 你看当年我们三周前就是他要抓人 一直没有抓 今天开始抓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是觉得呢 有点杀一井猴 杀一井百那个味道 其实呢 在华裔社区呢 也有一些这个 留下来不走的 对对对 没有公卡的 没有公卡的 嗯 那么其实呢 有的时候呢 一些华裔雇主 可能为了突兑便宜了 突兑 就是为了省费用了 对对对 可能要雇佣这些人 当然了 因为这个华裔业主呢 大部分的规模都不是很大 对 三五个人 六个人 特别是餐馆 所以这件事呢 我觉得应该给华裔社区 是因为我们知道呢 洛杉矶纽纽约的这个律师比较多 华人律师比较多 这个媒体也比较多 在我们这个看这个电视的 很多人在中西部开餐厅的 所以大家特别小心 你们在中西部 在这个开餐厅的时候呢 一定要看看这个 最好是雇用有公卡的 这个实用呢 讲一讲 有公卡的这个人 没有公卡呢 在上庭也可以 表示他在美国合法待的 千万要小心不要雇的已经有地点令的 因为一旦查起来以后 不光是他被抓起来 特别会影响到雇主本身的利益 他讲来可以 其实抓过的 抓过就是说 有的这个 他是一般来讲的 他会盯有点时间 然后呢 抓完以后 把你关起来一问 看有没有paper 所以我们在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也好 这个朋友也好 大家 我这个跟维师大哥的节目 就等于是把今天发生的事呢 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上 给大家一点点启示 要小心一点 特别是自己开公司 又雇了一些 这个没有合法在美国工作文件的 这个朋友 要特别小心了 对 另外呢就是大家关注的中美贸易战 其实上周呢做节目的时候呢 我和林旭呢 还谈到 那个时候呢 在上海的这个会谈 中美贸易战 刚刚结束 对 那么正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其实特朗普就宣布了 突然增加了 百分之十 对 这对三千亿的中国进口商品 百分之十的加税 对 那紧接着后续呢 就是人民币贬值 百分之七 对 那么现在呢 整体来讲呢 就是各国舆论 对于中美贸易战 都有很大的一些担忧 担忧的原因呢 一个是汇率的问题 对 就是说这个 当然了美国政府指责中国的政府 超纵汇率 超纵汇率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 看来这个中美贸易战 双方呢都要 长期的这个打下去 对 那打下去的结果呢 双方这个手段 这些反制措施 对 好像这个目前呢 可能特朗普 除了百分之十以半 他从百分之下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 就等于对中国五千多亿的进口商品 全赠税了 对 那中国这边呢 当然有些措施 比如说这个农产品啦 汇率啦 稀土啦 对对对 等等 反正整体来讲呢 就是说这个 但实际上来讲呢 就是一个很明显一件事啊 因为我以前做外贸 对 就是你这个特朗普加税 到底谁买单 特朗普的意思在强调 是中国政府在买单 对 其实我们做外贸的很清楚 谁进口谁买单 对 对吧 这个事你 那也有 除非就是那种可能 就是说 这边的进口关税 上增加了百分之十 那你中国的出口上 你把货降下百分之十 保持我这个原来这个 我美国进口上 原来那个水 但是如果中国的出口上 降百分之十 它亏本的话 它不会降 对 对吧 所以这个 就是说呢 其实我觉得呢 中美贸易战 直接的受到最大伤害的 可能就是说 美国的消费者 今天有一个评论是 我也是刚刚在 收音机里听见的 是美国驻上海的一个 商务的部门的一个负责人 他说 虽然说 很多东西到了东南亚国家 但是他用了一句英文 但是中国呢 能用很低的价钱 造出很多的东西 他目前来讲 谁期待不了 所以这个结论 这么一个结论 倒着来说 因为我刚从大陆回来嘛 这个一破七的来讲呢 这个说明 这个中国大陆 对这百分之十的这种 这个税 我觉得他没百分之二十 我觉得他还是算了一下 那你要从6.8 人民币如果贬值到7的话呢 会抵消一部分 这种所谓关税 所造成的损失 但有两种人比较倒霉 就中国大陆的这个 出口商的制造商 就可能没有订单了 因为我在广州深圳 上海一带听说呢 很多给美国做加工的企业 受的影响 这小加工商 我这个在 这个做了一辆公共汽车 和一个深圳的一个老板 聊天 他说你看我原来给华为 加工的这个都没有了 就等于呢 作为小的这种加工商 刺激起来受影响比较大 因为加工都没有订单了 因为没有订单的话 整个中国这一步 另外就是美国最后的 终端消费者 对吧 所以目前来讲 那川普没有问题 川普家里有的是钱 所以从毛泽尔来讲呢 我就觉得 中美贸易战现在是相识阶段 开始是美国很厉害 就忠惊了 除了半年以后 发现中国发现这个发现也 这个事好像我们暂时也能抗得住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 有个不好在哪的 就是说大家正在谈着谈着的时候 作为一个一国总统 对吧 你突然就这种毫无意义的 就说我要加税 包括跟苏联中导条约 就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 可以把以前所有的这个签的都推翻 然后自己脑门一拍 就是我就不行了 我们现在干这事 这个事情呢 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国际惯例 我们知道现在美国走强 我也是美国人 我也希望美国走强 但是我不希望美国走强的同时呢 牺牲掉很多别国人的一些根本利益 实际上美国现在失掉的是一个信誉 失掉信誉不是光在中国 是在欧洲 在日本 在这个东南亚 在这个他的一些 一些比较这个铁杆的一些朋友 我们知道天有 这个有的时候也有下雨的时候 万一美国经济不好的时候 你不还要向别人求救吗 那那个时候大家也可以不援助你啊 所以我个人觉得 作为国与国的关系来讲 不是一个简单的金钱的关系 是多少年呢 美国之所以在美国能这么强大 是因为美国的这些 立国的一些基本理念 对吧 人权啊 自由啊 民主啊 还有一些美国的文化 对吧 现在美国没有 现在就一字钱 赚钱我们就做 不赚钱 而你亏钱我赚钱我就做 那这样的话讲来在美国 我是觉得美国这个 在这么下去的话 会失掉很多人心的 包括德国默克尔就是一个 对吧 德国总理 一直对川普是非常的不喜欢 其实川普 我们叫特朗普 他这个政府上来以后 一开始确实气势很高 但是你现在快到四年了下来 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上 可以说没有一件 成型的东西 对 跟北朝鲜 跟北朝鲜好一点点 和北朝鲜和金正恩见了两次 但是目前没有什么事 好像又开始试验导弹了 对 这个金正恩就是 因为他这个美韩又要演习 所以金正恩又要测试导弹 然后呢和这个中国的关系不用说了 对 和苏联的 和苏联的关系 俄国的关系 和中东和伊朗的关系 对 和欧洲的关系 对吧 这个都弄得都非常 和日本的关系 和日本都很紧张 所以 然后呢 这个从他政府的内阁 阁员 像佐马登似的 还没认清名字 明天没了 换来换去 这个你比如说前不久 就很长时间了 班农是他的这个叫做 首席的这个顾问 上帝的顾问 对 就踢开了 那最近呢 又开始夸班农了 又夸 又开始夸班农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一个政府呢 当然了 就是说 这个特朗普呢 是有他的考虑 对 但是正如你刚才说的 特朗普呢 作为一个政治家 或政治人物 对 他的执政方式 确实探讨 你比如说 拿这个3000亿来讲 3000亿增加10% 是特朗普呢 通过推特发出来的 实际上呢 这个他的这个 可能谈判代表都不知道 什么那个特莱希泽 什么姆努琴 商务部长 对 这个财政官 这事呢 第一是不同意 第二呢 就是说 这个事 你不能一个推特 就去发了 对吧 所以这个推特 推特治国呢 把这个国会 对推特治国 对 把国会 把立法机构 把所有的东西呢 都抛开了 但是呢 当然是我们看到 是他推特的文字 但背后 他是不是跟他的这些 这个内阁商量过 商量 这个咱们都不知道 对吧 他这个做法呢 我是觉得呢 其实跟中国呢 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 还有一些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今年是建国七十周年 对吧 七十周年呢 中国政府呢 希望这个目前比较稳定 包括我们在国内也看到这个整个从这个叫外送内警吧 包括在机场这个现在就我们都感觉到在国内坐飞机的话都要像美国一样要收身了 另外每一个都比较严 也就是说也可能他在timing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商量也要包括香港问题 我们下次可以专门做个香港问题 对吧 到底是适应来由 但我觉得这个三千亿加税这个事呢 我的第一反应呢 就是说呢 加了10% 那没加到20% 他也有可能还会 另外他9月份才开始加 那其中看能不能达成个协议 我总是说 我还是抱有希望 抱有希望原因就是说呢 因为这个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 如果说你真加税 真把美国变富了也行 因为你这个杀低一千自损八百 说不定杀低八百自损一千 这也说不上对吧 因为这种东西要后续的看 比如今天圣诞节 每天玩具本来一块钱变成两块钱 那老百姓就不开心了 然后中国也说我不进口你的大豆了 所以美国呢 跟中国有一个打交道 我觉得中国目前还算比较负责 平板说话还算算话对吧 你不管中国他有些很多问题 包括他税收比较多 但是你不能美国是今天一个变 明天一个变 那明天后 你都没有言而无信 这个事情在东方人看来 是最不可接受的 言而无信 另外美国所有的 不能说所有 基本上金融专家 财政专家 都反对的是 行业协会 商会 没有一个赞同特朗普加税 而且呢 所有的东西加税 就是美国的消费者买单 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 对对对 另外你加了税以后 你挣到国库前还要补贴那个大豆 是吧 你还补贴 那不够 不够对吧 因为一个产业链建立起来 需要很多年的努力 对吧 今天还有一个消息打断一下 今天就是说 要把那所有的美国 那个摄像头都要拆下来 因为什么是中国造的 会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 我觉得这个事吧 有一点点 那个out of common sense 你说那个摄像头 北京能控制得了吗 我觉得好像这个不至于吧 对吧 你摄像头都在你手上 一个无限的 有限的 就他做的每些决策吧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离奇 对吧 好像任何中国造的都不行 那你说你这现在 如果造的 大家都别穿衣服了 对吧 衣服的都是中国造的 甚至美军的很多服装 都是中国造的 那你怎么解释这个事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 做得有点过分了 对 那最后我们谈一下 这个张盈盈 因为这个前天吧 那个张盈盈的家属 在他的代理律师 王志东的主持下 对 召开了个记者会 那记者会呢 一个呢就是说 透露一下 就是说关于这个张盈盈遗骸 这个一个去向 对 那现在呢 据说是在几个垃圾埋厂 那种种说法 那他的父亲呢 那个也就是说 最后可能是给张盈盈 修个坟嘛 这个意思 这个就意味着 这个张盈盈这个案子呢 应该就是落幕 对 落幕这里边呢就是说 一个那遗骸能不能找到 是个悬案 对 再一个呢就是说 这个这个 当然了从中国人的这个情节上 感情上来讲 有个无期和死刑 对不对 对对 差别中国这个什么立即执行 对对对 美国死刑可能 五年执行不了 二三十年 他可能也执行不了 所以这个事 他跟这怎么解释 首先呢 我觉得这个 在美国大家一定要知道 跟我们这个心理上的 这个差距很大 这个虽然圣经也有一句话 anine for a night 一眼还眼 这个 但是呢 目前美国大的趋势 是不战争死刑 对吧 那这件事呢 实际在中国人心理上 压力很大 因为这么多年 一直在谈这个事 其实在美国 这样的事挺多的 那我个人觉得呢 不管怎么说 他第一 他被定罪了 第二呢定了个无期徒刑 不得保释 也就是说他在 建议里要度过他的余生 其实这个无期徒刑 比这个真正的 这种所谓的这个 死刑还可怕 因为我们知道 联邦建议里边 有很多人对这种强奸犯 就是这个周围这个 叫英美 非常不待见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 他到了那个 到了夏尔顿酒店了 对不对 所以说他这个后半生 过得会很不舒服 而且会很难受 就第一点 所以说这个层面来讲呢 我们应该相信 美国的法治 还是这个 还是worked 就是说还是 我这一天作为律师来讲 我觉得最后 如果他万一没罪 你不就讨厌了 对不对 12培诊团 有个人就说他没罪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看到美国中西部的 这个培诊团的 这个核心价值 我个人还是觉得不错 第二呢 关于第二个 就不是法律问题了 第二个不是法律问题了 就是他到底 他的这个遗骸在什么地方 这个事儿可能需要时间推移 我觉得这个事儿 跟这个案子呢 有关联 但没有法律上的关联 所以这一点 只能是我们大家呢 以此为戒 就包括再来美国的同学 在美国学习的同学 还举一个简单的 最后一句 就怎么样避免这个事儿 就小女孩 中国留学生 外出的时候 两个人在一块就好了 干什么事儿上车 两个人在一块对吧 记住我这句话 两个人在一块 你受害的可能性 是非常小的 好不好 对 这个遗骸这个问题 主要是中国一个传统文化 对 所谓入土为安 是 所谓活要见人 死要见死之后 是是是 是这样一个 一个传统 对对对 人没了消失了 什么都没有 是是是 对吧 这个呢 当然了也美国就是这样了 那么所以呢 刚才你讲的非常对 就是张颖案的最后 落脚点 就是对美国 到美国来的这些 这个留学生也好 对 比如观光客也好 对吧 还是要 小心 小心 谨慎 对吧 因为这个罪犯的 你无论你什么国家 他都 他不是长得坏人样 对吧 他有的就是 他就把你骗了 对不对 所以这点大家特别 特别小心 好吧 好 那今天就到这 谢谢观众 好 谢谢